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呢 他要問的是W正XY負Z二負這四種例子 他的電子數跟中子數都已經給你了 問你說那誰跟誰是同位數啊 質量數要確定誰是多少啦 那遇到像這種題目,我們希望呢 你可以把他們這四種例子的個別的 直子、中子、電子數都把它求出來 那我們利用一個表格的形式可能會比較好判斷一下 第一個我們遇到的是W正 第二個遇到的是X原子 再來是Y負 再來是Z二負 那題目給你的資訊我們先把它騰上去 電子數來說,W是11 X是10 Y是9 Z是12 中子數呢 W是12 X是10 10 11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直子數求出來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直子數是帶正電荷 原子裡面的正電荷是由直子數提供 那負電荷是由電子提供 那這兩個如果是在中性的 中性的這個原子底下呢 他們的數量應該會相同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譬如說以X來說 它是不帶電荷的 它是不帶電荷的原子 所以呢它有10個負電荷 理論上就要有10個正電荷 所以它的直子數應該會是10 那離子是怎麼產生的呢 離子就是藉由得失電子 譬如說 以W正 它這個陽離子來說 它為什麼會帶一個正電荷 就是因為它失去了一個電子 所以少了一個負電 整體來說就多了一個正電荷 所以它少了一個電子 所以它已經丟掉了一個電子 是11個 那原來會是幾個呢 原來就會是12個 OK嗎 所以12 你可以這樣子寫一下 12-1 所以多了一個正電 所以會變11個 OK 那接下來呢 依此類推啊 如果我今天要求Y-它的值子數是多少 它的電子多一個 所以它是不是過來的時候是加1 所以原來是多少 原來就應該是有8個 8加1變9個 對不對 那Z呢 Z多加了兩個 這個畫不好 再畫一次 好 這個Z從這邊下來 多加了兩個電子 所以原來應該是10個 好 那這樣子我們就很清楚了 好 那我們可以先做一個簡單的判斷 好 它現在問你是 X跟Y是不是同位數 好 什麼是同位數呢 同位數很重要 好 同位數它的定義 好 也就是你的指指數相同 然後你的中指數不同 好 那這樣的話你在周期表上面就會放在同一個位置 我們叫它同位數 我們叫它同位數 那但是因為它們中指數不同 所以它的質量也會連帶的不一樣 所以會有一點不一樣 好 所以我們把這兩種或是甚至兩種以上這些相同指指數的例子 我們就稱之為同位數 好 那要記得喔 要是指指數要相同 這個很重要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X跟Y是不是同位數 同位數 有嗎 它們12跟10是不一樣 X跟Y 10跟8是不一樣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不是同位數 那X跟Z是不是同位數 X跟Z 好 這兩個 你是10 我也是10 所以它們是不是同位數 是 所以A就錯了 B就是對的 好 再來 W的原子 它的質量數是22 好 那這邊我們沒有質量數啊 那我們把質量數求出來 什麼是質量數 質量數在我們的標記上面就是 直指數加中指數 OK 直量數就是直指數加中指數 那我們加一下 這個第一個W就是24 X就是20 Y負就會是18 然後Z就會是21 OK 好 那可能有些同學問說 那電子要不要列入計算 電子不用列入計算 因為我們之前在課程內容裡面 應該有學過 電子的質量很輕 大概是直指 或者是中指的1800倍分之1左右 所以它們的質量很小小 小到幾乎都不用去採集 因為我們平常遇到的原子 了不起就是幾十個電子 總不會有超過1800個電子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電子都不列入計算 質量數就是這樣子 直指加中指 好 所以W的質量數應該是24 所以這個應該是24 所以這個就錯了 好 再來 WXYZ等四種電中性的原子 他現在問題是電中性的原子 那裡面的這個Z的原子量最大 原子量你可以用質量數來做一個判斷 所以這裡面最大的應該是W 而不是Z 所以這裡應該可以改成W 而不是Z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這一題的答案就是選B